大家好,我们上一课我们讲了这个USB mouse它的一个注册 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它的一个数据流线 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知道它的整个框架呢是这样的 那么数据流线呢就是从左往上依次呢流到用户空间 那么对于设备驱动层呢,它呢只是从这个硬件里面呢得到 比如说你在鼠标上按下按键或者说滚动鼠标的时候呢 那么它设备驱动里面呢就能够获取到这些数据信息 然后呢这个数据信息呢就会提交给核心层 然后核心层呢交给事件层 然后最终的话呢用户空间的应用程序呢通过RAID行数呢来把它获取到 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就以这个过程呢来分 从代码里面来分析一下整个数据流线 好,我们还是以这个USBMOS为例来进行讲解 那么这个USBMOS呢 它里边的话呢 这个数据获取底层的这个从硬件里面获取数据的话呢 它走的是USB协议 那么关于USB协议的话呢 我们之后讲这个USB设备驱动的时候呢 我们会讲到最终的数据的话呢 是通过在USBMOSiQ里面呢得到的 就是说在这个中段里面呢USBMOSiQ这个中段端点里面呢 它就可以得到鼠标的这个按键事件 就是鼠标的这些事件信息 然后呢保存到这个MOSDATE里面 所以在这里边这个DATE指针指线的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最终的一个底层的input事件的一个信息 关于这个得到这个事件信息的一个详细的过程的话呢 我们是在这个USB设备驱动里面呢我们会讲到 所以我们这里边的话就先把它绕过去 那么这个DATE的话呢 就指向了USB设备信息 USB的一个input设备信息 然后的话呢 接下来的话呢 就通过这些行数呢 来把这些信息呢 来提交给我们的input核心 那么提交的话呢 是用这几个行数 包括input的reportkey和一些什么呢 和一些REL 然后还有inputsync 那么这个inputsync呢 它是一个同步信息 表示上面这些信息呢 它是作为一帧来发送 来交给核心层的 来交给核心层的 就是说它是作为一个整体来交给核心层的 那么这个inputreportkey和inputreport的REL呢 就是用来提交不同类型的事件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inputreportkey 那么这个key的话呢 我们看到这里边有12345 3455个key 5个key 那么后面的话呢 还有一个值 那么这个值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这个值呢 就表示相应的键呢 按下去了还是没有 这个呢 表示按键的类型 那么对于鼠标来讲的话呢 它有五种按键 左键右键中键边键和一个额外键 额外键 那么假如说用户按下了相应的键的话呢 那么这个date呢 跟它呢就是1 否则的话呢就是0 然后inputreport的REL呢 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的鼠标的话呢 我们支持这三种什么呢 这三种REL事件 那么这些的话呢 我们在我们这个之前做初始化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讲过了 所以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然后这个后面呢 表示它的值 表示它的值 这个呢 表示它的值 这个呢表示它的值 好 那么这个date呢 它的它是有格式的 它是有格式的 那么这个格式呢 也是由USB设备本身来定义的 来定义的 那么我们这里边的话呢 就先以它获得的数据呢 为例来进行说明 我们来先来跟踪这个inputreportkey 这个结构体呢 来看一下它的底层实现是什么 好 那么它呢 最终调用了一个input event行数 那么input event行数呢 它有四个仓数 中间加了一个EUK 因为这个可以理解 因为我们的inputreportkey 从字面试来看呢 就是提交一个什么呢 提交一个按键 所以我们这个input event呢 它里边加了一个EUK 好 我们进来继续来看 好 那么这个行数的话呢 首先来判断一下 这个它的这个device EUbit是不是支持 那么很想让的话呢 我们系统里面肯定是支持的 肯定支持的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行数 它呢 主要是做一个判断 做一个判断 那么这个判断很简单 就是判断它的值呢 是不是 是不是小于它的值 因为这个值的话呢 是LF 那么我们这个 只要是一个有效的EUbit 那么它呢 肯定是小于它的 接着这里边是一个自选所的一个保护 说明它跟东东上下文呢 有护质跟同步的问题 所以这里边的话呢 它是一个stinlock Equusive 然后呢 是input handle event 那么input handle event 它的仓数呢 是dev type quote value 好 那么我们根据来看一下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呢 它就进行一个 就是视线的一个分发 它首先判断类型 是evsync呢 还是evk 还是evk 还是什么呢 还是evw 还是evabs 那么这里边的话 就是根据我们的 这个视线类型的来做一个区分 假设我们是evk 那么 首先来做一个判断 那个这个判断的话呢 很简单 很简单 它呢 是看这个事件有没有被支持 然后呢 再看一下 再做这样一个判断 那么 正常来讲的话呢 这样的判断呢 都会成立 所以呢 会执行到这里边的代码 然后假如说value不等于2的话呢 它会做一个trangerbeat 那么是这个trangerbeat 能做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trangerbeat呢 我们从它这个实效里边来看呢 它就是做一个 对这个beat呢 做一个转换 做一个转换 然后这个呢 是做一个 O2的一个repeat 这个呢 那么这些呢 都是一些细节 跟我们的这个主要功能 主要流程的话呢 关系不大 所以我们呢 就先把它简单忽略过去 然后呢 给这个值呢 付一个值 那么这个值呢 就表示input pass to handle 就表示说 把这些数据的话呢 交给handle 交给handle 那么这是evk 那么evk最终的话呢 它会执行到什么呢 执行到这里边 假如说这个值呢 等于什么呢 等于 pass to handle的话呢 那么就会执行这个行数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行数 它做了什么事情 好 那么这个行数的话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们继续往下看 好 那么它呢 首先来判断一下 它这个行数 dv的grab 这个有没有定义 那么我们这里边的话呢 其实没有定义dvgrab的 所以这个呢 我们就不用分析了 我们呢 就从下面来看 下面来看 那么这些呢 就是我们分析的一个重点 分析一个重点 那么这里边的话呢 首先定义它等于false 然后呢 list for each 那么看到list for each呢 我们就知道 知道了 它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for循环 那么至于这个list for each的话呢 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了 所以我这里边的话呢 只说它的行业 这个handle的话呢 是一个handle 是一个handle 就是我们的input的hd 然后呢 dvlist 那么dvlist呢 是input的dv里边 它有一个hlist 那么这个 这个hdlist呢 从字面意思 从根据我们这边的分析呢 这个hlist呢 它指向的是什么呢 它指向的是hd hdhandle 就是 左右链在它这个input的dv上的hdhandle结构体 所以 所以这里边的话呢 就是便利这个input的dv 这里边的所有的hdhandle 那么这个hdhandle 什么时候加到这个input的dv的hlist里边呢 假如大家 还记得的话 那么我们即将在这个 讲那个世界上驱动的时候呢 那么在世界上驱动 匹配成功的时候 没匹配成功一次呢 就会申请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体 然后把这个结构体呢 放到相应的input的dv的hlist里边 这个这个这个双线链板的后面 双线链板的后面 对于我们的对于我们的鼠标设备驱动来讲呢 因为它呢会跟两个input的视线驱动 匹配成功 这是我们的evdv和mossdv 所以呢 它就会创建两个input的handle这样的结构体 然后呢 把它加到表示这个usb鼠标的input的dv的 这个hlist的这个双线链板的后面 所以这里边它就把这个里边的值呢 取出来 因为我们匹配成功两次 所以这里边的话呢 就会有两个input的hd这样一个结构体 首先呢 它会相判断有没有打开 就是说这个handle也没打开 就是相应的设备节点也没打开 假如说没打开 那么我就不处理了 假如我打开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从它里边取到相应的handle 那么这个handle的话呢 就代表我们的鼠标事件驱动了 然后呢 判断它的一个file file 假如说没有定义file的话呢 那么就执行这一段 那么我们是没有定义file的 所以会执行这个代码 然后呢 执行handle的event handle的event 那么执行这个handle的event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清楚 对于我们的鼠标来讲的话呢 我们匹配了两个handle 两个input的handle 一个是evdv和一个是mothdv 所以呢 就会执行到 因为这是个for循环嘛 所以他会依次执行什么evdv的 evdv这里边的这个handle的event的行数 和mothdv这个input的handle里面 input的实际驱动里边的handleevent的行数 那么我们呢 先来看evdv里边的event的行数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呢 evdv里边呢 它有定义event的行数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调用这个event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这几个仓数已经确定了 这个handle呢 就是相应的handle 那么这个type quote value呢 就是当我们在这个里边 当我们在这里边执行的 执行input report key的时候呢 这些值 所以在我们这个evdv.c里边 执行到evdv event的时候呢 那么这里边其实是有值了 handle呢 就是相应的handle type呢 就是我们这个这个按键 然后这个code呢 就是按键的值 比如说你按下鼠标左键 那么它就是表示鼠标左键 那个按键 value呢 表示这个值是按下了 还是按上了 那么就会调用这个evdv event 那么这个行数的它做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继续来看 我们继续来看 好 那么这个行数的话呢 首先它定义了一个input event 那么这个input event呢 就代表一个什么代表一个事件 代表一个事件信息 它首先呢 把这个时间和什么呢 这个本次按键的类型和它的按键编码和它的值呢 先付给这个input event input event 所以最终的从这个input的设备驱动里边 传上的这个事件呢 就最终呢 就会把它付到了这个结构体里边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对这个结构体做了什么事情 好 那么最后的话呢 它就会调用对这个event呢 做这样的一个处理 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个evdv graph我们没有定义 所以呢 它就会执行到下面的这个代码 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从evdv 因为evdv呢 它是表示 它里边有一个client list 那么这个client list呢 它里边保存的是一个一个的evdvclient 那么你当有一个应用程序打开这个 打开这个设备节点的时候呢 就会创建一个 创建一个evdvclient 所以这里边的话呢 就是针对每一个打开的 打开这个设备的用户呢 都会执行这个行数 那么执行这个行数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行数 它做了什么事情 那么这个行数 第一个参数是client 第二个参数是event 就是我们的底层传线的 就是从我们的input的设备驱动里边 闯上来的这个事件 就是事件信息 然后呢 做了什么事情呢 那么它呢 会把什么呢 把这个event呢 放到了client buffer里边 那么这个client buffer呢 是这个buffer 那个这个buffer是input event 那么每 那么每一个 每一个input event的结构体呢 就代表什么呢 就代表了一个事件信息 所以这里边的话 就是把这个事件信息呢 放到了它的一个buffer 这样的结构体里边 然后呢 把它的header呢 做一个调整 因为这里边看起来 它是一个buffer 那么这个buffer呢 它有header tile 和packagehead 来指向这个buffer的一个不同的位置 它呢 是起一个管理作用 所以这里边 就这里边我们看到 它呢 把这个event事件放到这个buffer里边呢 它会调整head的位置 我们把它可以把它看到一个ring buffer 就是说 头部 从头部把它放进去 然后从尾部呢 把它取出来 然后呢 假如说head不等于header等于tile的话呢 那么这个呢 就表示这个对列 对列满了 表示对列满了 那么它会做一个处理 执行到这里边 那么它会判断它的type等于sync sync 并且code等于report的时候呢 那么它呢 呃 会做这样一个处理 这样一个处理 从这里边 我们看的话呢 其实这里边的代码就很简单了 它呢 就是把这个input事件呢 放到了这个client里边呢 这个 它的buffer里边 它的buffer里边 那么它放了这个buffer里边以后 那么接下来会怎么做呢 接下来会怎么做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buffer呢 它是位于我们的事件驱动里边呢 是位于我们的事件驱动里边 因为事件驱动呢 同时呢 也为上层的应用程序提供了RAID的这些接口 呃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RAID的函数 RAID的函数 那么RAID的函数的话呢 它是在这里边 这个RAID的函数 我们看一下 既然它是读 它是读 表示上层的应用程序呢 需要从这个事件驱动里面去读数据 读事件 那么这个表示一个个事件 那么这个事件怎么读呢 因为当上层应用程序调用RAID的时候呢 就会调到这个行数 调到驱动里面的这个行数 所以这个行数的话呢 就会去读事件 那么怎么读呢 最终的读的话呢 是通过这个行数来读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行数怎么来读 好 那么看到这里边的话 我们发现 它呢 同样呢 也是有一个EVDV client 然后呢 它从这个EVDV的Client的Buffer里边去读 所以到现在为止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了 那么这个Buffer呢 它就是保存的是我们的事件 保存事件 它的事件从哪来呢 就是我们从我们的这个 就是从我们这个EVEvent里边呢 获取到的 因为这里边你看 它没取到一个呢 就会掉这个行数 然后呢 把这个EVDV呢 放到这个ClientBuffer里边 那么读的话呢 就是也是从这个Buffer里边去读 Buffer里边去读 所以到现在为止 根据我们刚刚的一系列分析呢 我们就知道了 最终的数据呢 就是从什么呢 从我们的设备层呢 从我们的设备驱动 input的设备驱动里边呢 调用input report key 这些呢 来把它 首先呢 交给核心层 交给核心层 然后核心层呢 再把它放到什么呢 交给相应的什么呢 事件层 事件层驱动 具体来讲的话呢 就是会调用和这个input input设备 相匹配的input 事件驱动里边的 相应的event的函数 对于我们的USB鼠博来讲的话呢 跟它相对应的 这个input事件驱动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EVDV和MOSDV 所以呢 它就会调用EVDV event 就EVDV里边的这个handle event的行数 和MOSDV里边的handle event的行数 那么对于这个EVDV这个handle event的行数呢 它就会把这个底层输入认来的事件呢 放到一个buffer里边 然后用户将直接锐的时候呢 就可以从这个buffer里边呢 把数据读取到 那么对于这个MOSDV里边的这个event的行数来讲呢 它跟这个EVDV做的事情呢 是一样的 不同的是 对于这个MOSDV来讲呢 它呢 会对这个接收的数据呢 除了放到buffer里边之外的话呢 它还会去根据这些数据呢 做一些分析 然后呢 才会交给用户层的应用程序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整个的 这个输入子系统的 它的一个结构框架 在这个我们这个前面讲解过程中呢 我们第一次分析了事件层驱动和设备层驱动 然后呢 我们还分析了这个鼠标从底层到上层的 它的一个数据流向是怎么样流向的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过程的话呢 相信大家呢 对我们的鼠标事件 对我们的这个input核心呢 就有了一个清晰的一个了解